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厨房被扇时 度过晚年 老夫妻先后去世了 下一世两人 又到此寺庙出家 成为师兄弟 有一天师弟外出脱波 看到一间草辽 理住这一对老夫妻 在寒冷的天气中相拥取暖 师弟反思后告诉师兄 师兄便要师弟去度化这对老夫妇 师弟就问师兄 两人家徒四壁 一无所有 两人连件衣服壁体都没有 老太太紧将破旧的麻袋当作衣服 老先生身上只有下半身 围着一块破布 他们什么都没有 怎么度他们不失修福呢 师兄 这一对老夫妇雄到这种地步 心绪中 一定充满种种贪嗔痴 师兄弟 至少要让他们不失身上的衣物给寺庙 修积一些功德 师弟用尽千方百计 将老太太身上的麻袋带回寺庙 刚好遇到住持方丈 老方丈听闻事情原委 笑着说 那一对落难的老夫妇 就是你们前世的儿子 跟儿媳妇 你把麻袋洗净煮水后 挑干净处擦拭佛垫地板 脏污豆粉用来 擦拭僧鸟等 当麻布已经不堪使用 师兄弟就把布袋烧成灰烬煮汤 一人一晚喝下肚 完全地接受老夫妇的供养 没多久 村人突然改变心态 纷纷担心起 草辽里老夫妇的安危 村长带着村民前去关心 看见两夫妻体弱生病 还在寒冷中不断颤抖 村长就开会决议 把老夫妇接到每户轮流住一晚 三餐得以温饱 老夫妇觉得 这一定是出家法师赐予的祝福 于是请求法师接见他们 来表达谢意 到了寺庙 当帐被其开示 这两位法师 就是当年你们抛弃的父母亲 他们在佛寺做佛事 结了佛缘 今生来出家 现世 你们的父母虽然已经舍弃年老色身 还是没有停止对你们的祝福 老夫妇听完后痛哭流涕 感恩有生之年还能当面向父母忏悔 他能握着两位法师的手 在感动中舍爆了 如果有幸 父母仍健在 行孝应该及时 以前忤逆不孝 令父母呕心沥血 伤心失望 是否以偿还回报 若能努力修学佛法 则得以弥补孝道 但大多数人 修学佛法未必得力 孝得有亏之人 一般性参学佛法 难以弥补造作的不孝 这是不可轻忽的大事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要观看更多影片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